十二星座幼稚排名,谁排第一? 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意味着不断的成长,从少不更事到经验丰富,处理事情时也预见老练起来,有的人很快成熟起来,而有的人则始终保持幼稚的面孔,即使年龄再大,他们也会有一颗未免的童心。 让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的幼稚排名,猜猜谁排第一名呢? 第十二名,天蝎座。像天蝎这样洞察力超强的人,一看穿别人心思维乐的星座,自然早早就成熟起来。 天蝎在很小的时候,就已经与幼稚缺别,一直与英语,成熟的面目是人,能让你接近他们就已经是很不错的让步了,哪里还能看得到他们的幼稚呢? 第十一名,处女座。处女这样完美情节严重的人,自然也不会表现出幼稚的一面。 处女的眼中全都是完美的事情,即使不完美,他们也要挖空心思做到完美。 天天心势重重的人,怎么会看到他们幼稚的表现呢?只盼他们的要求别太高就好。 第十名,水瓶座。水瓶是一个理性十足的星座,幼稚几乎与他们绝缘。 水瓶自身就有着很多奇思妙想,更是见多了事物,他们的心理年龄是非常成熟的,甚至源源超出他们的实际年龄,过于理性地带人接物,让他们有时候都有些不紧人情,更谈不上幼稚的表现了。 第九名,摩羯座。摩羯是一个心思很重的星座,他们对待事物时习惯与冷静思考,内心细多得要远远超出他们外表的感定。 心思重的人一般都成熟较早,所以,很难能看到摩羯幼稚的一面,在他们眼中非常看不起幼稚表现的,自己当然更不会幼稚了。 第八名,狮子座。狮子也是一个成熟的星座,一个拥有王者气场般的存在,怎么可能会表现出幼稚的面孔呢? 狮子通常都是弹直与灰间便能决定天下的存在,幼稚显然不符合他们的高贵气质,所以,想在狮子身上看到幼稚真的很难。 第七名,金牛座。它是可干的金牛,让他们显得格外成熟与稳重,他们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星座,只有靠自己拼命努力赚钱,才会让自己感到安全。 因此,一个背负太多包袱的人,很难看到他们的幼稚,除非金牛上来固执的脾气时,才会露显他们幼稚的一面。 第六名,天称座。天称在人前是极少展现出他们幼稚一面的,大多时候,他们都会表现得成熟,老到,尤其与人接触时比较事故,減滑,再加上他们温和的脾气,很容易给他们增加人气与人脉。 只有在自己爱人面前,天称才会表现出幼稚的面孔,这也是他们精神最放松的时候吧。 第五名,白羊座。白羊在平时总是一副勇往直前的模样,做事也风风火火的,做事很少经过仔细分析,他们表面大大咧咧,似乎没心没肺的样子,正因为如此,白羊总会时不时表现出幼稚的一面,与自己的年龄极为不相符,让人忍忍不止。 第四名,双子座。双子是个古灵精怪的星座,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,喜欢探索各种新鲜事物,但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时,双子的表现,往往会显得非常幼稚,那种好学的精神,似乎回到了童年时代,这也是双子人员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吧。 第三名,致谢座。致谢也是比较幼稚的星座,他们的幼稚主要表现在过与旺盛的母性情节上,动不动就母爱发烂,并且很容易被生活中的小事物所感动,看一个电视剧通常都会被内哭得稀里哗啦的,难道这还不幼稚吗? 第二名,射手座。射手的幼稚是表现得最为直观的,他们爱玩的天性,把他们的幼稚体现得淋漓尽致,似乎没有别的星座比他们更不走心了,很少有事情能让他们往心里去,一提起吧没有什么能干扰他们的视线,玩起来就像个永远上不大的孩子。 第一名,双鱼座。双鱼幼稚之所以排的第一名,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永远生活在童话故事里,有时没事便给自己立人设,编剧情,时不时把自己享乐一下,情绪也是十分不稳定,优柔寡断,多愁善感的,说他们最幼稚,难道还会有人反对吗? 以上是十二星座幼稚排名,朋友们都看一下自己排在第几位呢,不妨留言一起交流下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